台北市立和平医院被无预警地宣布封愿 我们的920政策有问题呀 和平医院的员工都知道 你们绝对不是孤单的 在这次2020年开始的 和平耐尽肺炎 在全世界一片战情里面 台湾有非常亮眼的防疫表现 它其实源自于2003年 累积下来不断改进的结果 这件事情引起了一些 在说法上 在回忆上 移在观点上的大家的奇异 所以我们就觉得 哇 这么重要的题目 我们应该要开始做啦 从计划启动一开始 我们就决定 不管资金能不能目击到 都得把它派出来 和平归来其实是 所谓乔白色计划里面的外传 也是我们讲的SP 我们这个故事是脱胎于 2003年的和平院封愿事件 隐身到2020 2021 台湾在武汉肺炎防疫成功 我们比较想关照的是 在突然的危机之下 每一个人的 面对危机的人性表现 桥牌社或者是台湾GIP 都会有历史背景的文本 我们会拖制这样的背景 再来做戏剧的编写的虚构 我们在故事上面会有两个现场的展开 一个是低标现场 一个是政治现场 除了职人的表现之外 其实背后都是政治的角度 和平归来不是猎物式的作品 我们不是非黑即白 然后要找出战犯的作品 所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准备是 到底这件事情的原貌可能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配置上就有一个 很重要的研究局 已经约访了当年在和平医院 A栋B栋 或者是其他医疗院所的相关人员 那当然还有包含 那个时候的政府高层 市府高层或者是管理阶层 我们尽其可能的去访问到 当年的相关各色人等 再来我们会交叉比对 毕竟人的记忆 或者因为自己的立场 很多事情陈述不一定一样 这个是我们需要做很大的功课 再来做决定该怎么讲这个故事 我相信和平归来里面所陈述的故事 大部分应该都是观众不知道 我们想尝试有全民募资的方式 来让这部片的制作非常能产生 前期的启动研究调查剧本编写 我们必须很密集很有效力的来作业 这样的预算在规划这个高度专业的职人区 预算其实非常非常紧 把它完成就必须要考验我们制片段的工作效率协调 怎么样能够在最紧身使用预算的状况下霸 最紧身的状况就呈现 当初这样启动就得把它拍好 把它拍出来 这个是马克图恩的团队还有老王的承诺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